中秋节前夕 金国参旅系师生总动员 引发在地风味的凤梨酥 特别选用台南官庙的金钻凤梨 加上野奶作为内馅 外陈的酥皮则是杏仁口味 吃起来酸酸甜甜又带着奶香 滋味相当不错 选用富含香气和纤维的台南官庙金钻凤梨 切大块烧加搅碎保留纤维 加上野奶和糖下去煮 煮一个多小时 由液体状变成固体状 放冷后包进杏仁口味的酥皮 最后净好香就能完成这个富含凤梨香气 咬下之后又带着奶香味的在地风味凤梨酥 最重要的秘密武器当然就是 我们采用这个纯正的台南官庙的土凤梨 那加上浓郁的野奶 然后让整个这个凤梨馅的口感 它是呈现比较酸 但是有一点点南洋风味的这个椰子的风味在里面 外皮的部分呢 我们也加了气势粉跟杏仁粉 然后增加整个这个皮的这个比较松 然后比较酥的这种口感 经过管理既健康学院餐饮管理系师生总动员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研发出这个在地风味的凤梨酥 刚开始的主线 对 然后我们都是经过长时间去研发 然后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去煮 对 然后我们都没有加防腐剂 对 然后就觉得说这样让大家吃起来很健康 刚开始的话没有调配好的话 它就会可能太湿啊 或者是太酸之类的 或者是嚼糖的部分加太多 也会偏甜会吃起来比较腻 中秋节前夕 经过学院特别研发在地口味的凤梨酥 以传统土凤梨天然的酸 结合健康概念的油皮 衬托出独特风味 记者曾均云采访报道